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女生會驚心打扮 然後覺得 今天自己好美喔這樣 然後卻男朋友卻帶妳出去 隨便吃一個 或是老公有沒有 隨便吃一頓 吃完就說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 沒有 就覺得我今天 那是覺得很長耶 真的 好不容易驚心打扮完了 然後對方 對方是真的不懂 還是不懂 對 就是裝不懂 而且他有可能看妳說 妳幹嘛穿這樣 我好生氣喔 然後我假如說 我老公就說 老婆那妳今天想吃什麼 我就想說 客氣小孩就說 都可以啊 他就說 那我們去吃炒飯 至少是真的都可以了 我想問妳說一句 就是說男生 其實是看不出來女生 有特別打扮的嗎 女生都在看很少講的 真的不會 就是也回答不出 我覺得應該是說 可能爸爸不會對媽媽 說這樣的話 或者是說說了 爸爸說了 然後媽媽害羞就說 妳很三八 或者是說 不知道怎麼接受 我覺得這個還是 那有可能 這跟教育可能有很大關係 國外的男生 就真的很有儀式感 會稱讚 會稱讚 妳說妳今天好漂亮 因為我曾經有碰過 我的這個朋友 出來當然是沒講好要穿什麼 可是男生就是可能 穿得比較邋遢 像他這樣 妳今天是我們結婚會超美 妳說我們今天是潛女裝 我的第二套 然後他出來看到 他女朋友很正式 就是可能穿個 Cocktail dress這樣 他就說 妳今天好漂亮 我去換衣服這樣 這是禮貌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禮貌 對 女生為妳精心打扮 然後就開始會帶她出去走一走 他就覺得說 女生今天很漂亮 不要浪費妳今天的打扮 真的 這樣子我吃炒飯 結果那男生換衣服 半小時還沒出來 然後女生推門 然後男生全裸這樣 來 你看 這就是打州的男生 對 山太大 來 來 來什麼 女生蛋 OK 我們剛剛聊完這些 還有第二套 就是情緒 心理 這應該是男生永遠都會搞不懂的吧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覺得 我們家那一口子 就是永遠不懂我們的心事 有嗎 有 真的 我覺得像我老公 他就非常不懂女生聚在一起 為什麼都要發牢騷跟抱怨 那不然要幹嘛 對 不然要幹嘛 就是讓他們聚在一起 都只會講屁話一樣啊 我跟妳講 我發現這件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小組 我們基督徒有小組聚會 然後我們有一陣子就想說 男生分開聚會 女生分開聚會 一個月一次這樣 會發現 男生永遠在吃飯聊天的時候 他們聚會大概一兩個小時就結束了 對 然後中間聊的都是玩具 什麼有的沒的 是 然後女生是從 下午茶 喝吃到晚餐 然後再趕湯吃宵夜 然後就是死不肯回家就對了 對 就是女生聊了很多欸 然後男生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聚會要那麼久 對 他不懂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怎麼有那麼多話啊 因為他們真的太多的缺點 讓我們可以高 講錯了啊 講錯了啊 三天三夜都不夠 真的因為像有一次 我朋友也是早上就來我們家 然後一路坐到晚上 快十二點才走 然後我老公他就覺得很無解 因為他就在抱怨說 他的老公跟愛寶老公一樣 就是一個 像這一次七夕好了 他就跟他老公講說 老公今天七月七號 然後他老公就回簡訊跟他說 那你以後記得不要再帶兒子去海邊囉 真的嗎 什麼東西耶 然後他就超生氣的 完全放鬆重點 對 然後我們就 很誇張 我們就說 你老公是當你缺氧是不是啊 可是這很像妳會回的耶 對啊 會剪的 我以前會 但現在不太會這樣子 然後像我昨天也是 跟三個女生聊天 我們約七點鐘吃飯 然後我本來想說 因為吃火鍋嘛 去人家家裡吃火鍋 我想說頂多吃完大概九點半 十點鐘差不多就可以結束了 然後一路聊 我想說哇塞 他們沒有 中間沒有休息 也沒有喝水 可以一直聊 聊到十一點 我想說 十一點差不多 我們是不是應該就結束了 然後回家 因為我早上還有工作 我說可以回家休息 好 那國燕哥你再等我們一下 我們大概再聊一下子 應該就OK了 我再聊一下子 那一下子到幾點 還在聊 結果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每天早上我真的很早 我說你們辦先送我好了 說好 他們就先送我回家 因為我昨天只有我一個喝酒 我今天早上起來 就是那個群組 我就跟大家問 我說大家早 馬上秒回 我嚇一跳 我說你們沒睡嗎 他說 郭忍哥 可以聊一整晚 我說你們也太能聊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可以聊 那麼多可以聊的 很好聊 很可怕 難得就在一起 我感覺他們是每天 都把一輩子的事情 每天在聊 很好聊完 其實還沒聊完 我們是被迫天亮 要不然也聊不完 我們是太誇張